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本章的第二节 关于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呢 今年来强调一下作为我们复习的一个重点的小节 那么大家也应该知道 我们去年呢关于创新这一章呢 考核的是第三节 它出了一道综合的大的案例分析题 但是呢作为第二节呢一分都没有设计 而其中的关于像主导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主导设计什么影响它转变成为技术标准 以及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的作用里面 还是有很多重要的知识点的 同时这些内容是和我们国家整体 对于积极促进技术创新的这些政策呢 是无致的 所以它很应景 如果出一道综合的大的案例分析题呢 是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对于里面的这些概念呢 基于理解都能用自己的语言的 尽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表述 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第一大块 主导设计 那什么叫做主导设计呢 这个概念定义呢 你不需要去背诵它啊 但是逻辑一定要清楚 它是呢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周期之内 通过融合多个单一技术 最终呢呈现一种新的 并且被广为接受的产品设计 所以大家会看到啊 这个产品设计 一旦它被称为叫做主导设计 一定是被广为接受的 并且你看 它是行业中被市场接受 普遍 这个企业要普遍认可的 这样的一种产品设计的标准 那后面其实也体现出来 什么叫做广为接受 那也就是说 我这企业一做这款产品的制造的时候 我就会采用这个产品的设计 我一旦去生产这个产品 就会采用这项设计 那这个就叫做主导设计 所以理解它即可 我们注意呢 它有三个特征 领先性主导性 还有综合性的特征 依次来深入理解 首先第一个领先性 那这领先性 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在于 技术上它是领先的 但某一提 技术上的创新 它是根本的革命性的创新 所以这种创新 它是领先的 但它并不一定体现的是最尖端的技术性 这个大家理解吧 当你一提到它是最尖端的 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厂商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那它的技术的要求 我们对组织的要求 对人员的要求会比较高 是不是就很难去体现出来 这个广为接受 普遍接受和认可呀 所以那我们作为主导技术 它是领先的 但它不一定是最尖端的 但是呢 技术一流确实是许多主导设计的一个特征 那提到主导设计 往往就会体现出来 它在技术上是一流的 那这是技术上的领先 那它还体现在市场开拓的这种领先 那看这段文字啊 比较晦涩 那是技术与市场整合的扩张势能 在开发新需求 以开拓新市场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所以它说的是什么呢 前面说了 那我们作为生产厂商 我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 都会去采用这款技术 所以它是主导技术 是市场广为接受和认可的 那么利用这一项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呢 也是被顾客所广为接受的 也就是说 我一买这个产品 就会买这个主导设计的这个产品 因为它的这个受众面是非常广的 因为大家都会去买 对不对 所以这也体现出来 它在开拓市场上 也是具有领先性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征 叫主导性 那主导设计 主导设计 主导性就是它最核心的特征 那这个主导性呢 是指主导设计 对市场的支配力量 或对市场控制的内在基因 又体现在三个方面啊 首先 它是不是主导了 技术轨道的这样一个方向啊 那么首先 发展起来的技术 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之下 实现了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所以如果你要是 完全的一模一样的背这个字 你肯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记 所以我们要理解啊 它说的是什么呀 首先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其实就是强者欲强 那也就是 作为主导设计来讲 我们知道 大家在生产的时候 都会去倾向采用这款设计 对不对 那我新进入者呢 我进来之前 我有很多技术可以选择 我一看 大家都用的是这个主导的技术 怎么样 我也会采用相关的这个主导的 这个技术的这个方向 那这样的话 随着新进入者的增加 是不是原有的这个主导设计的 这种主导性就会越来越强啊 也就是我们俗称就叫做 越主导 它就越主导 并且伴随着这些新进入者的 这样的一个增加 大家会在原有的这个轨道上 逐渐的成熟和发展 对不对 我们会完善这项技术 所以这里提到的是一种 良性的循环嘛 马太效应 强者就会越强 所以它主导着技术轨道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使得这个设计在这个方向上 越走越强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它呢 还主导了消费领域的市场的偏好 那因为主导设计呢 是赢得市场信赖的这种设计 那厂商都会去选择 那它是消费者广为接受的 满意的产品 那这时候呢 在网络外部性及 网络外部性 可能导致的这种潮流效应的 作用之下 主宰着市场最终消费者和用户的 行为选择 那这也就是 我们去买产品的时候 我一看 大家都买的是主导设计的这款产品 既然大家都买 那我也去买 你看 这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购买 主导设计的产品 是不是主导了消费领域的 市场的偏好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它主导了生产领域的 效率的方向 这个体现了什么呢 主导设计的出现 减弱了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 这说明啊 就我们在进行产品的加工和制造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多项的产品 这个技术的设计 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但是每一种选择 其实都意味着 它会有不确定性 而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对不对 所以企业要考虑 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这时你会看到主导设计 因为主导设计 这些先行使用的企业 它已经帮你去 试错了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相对成熟了 那这时候 如果我去采用这种主导设计 是不是避免你走错路 走弯路 降低了这种技术进步 采用这种设计所带来的 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 那这样的话 指导了你生产和开发的方向 那多个厂商 统一与该种主导设计 为了持续获得这种基调的利益呢 他们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联盟 也就强化我们对于主导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把握 我们不让其他的这些技术呢 对我们进行干扰 对不对 反对其他的设计的方式 强化你的主导性 所以这是主导生产效率的方面 好 那我们第三点特征呢 叫做综合性 这个综合性呢 是指我们主导设计 它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 可能由于你这个主导设计 它在技术上是领先的 但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非技术的因素 那我们这里呢 也列出来了啊 例如的这些 你不需要全部都背诵 你理解其中的一些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你像厂商特质中所提到 有顾客的转换成本 这个就会影响你啊 它是否成为主导设计 比如说顾客以前使用的这款产品 那我从以前使用的转变成为另外一种使用 它就会存在着转换成本 如果这个转换成本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你这项新的技术 它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顾客就不愿意去转换 那你说你这项新的技术 它能够成为主导设计吗 很难对不对 所以这个转换成本的高低 它会影响你 是不是成为这种主导设计 同时还有像行业法规和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干预 比如说我们后面就会提到 政府干预或行业法规要求你 这款产品 你就只能强制性的使用这种统一的技术的这种标准 采用这种设计 那这样的话 它并不是因为在技术上怎么样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的要求 要求你必须使用它成为主导设计 对吗 所以这些因素啊 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 即可找出几个点 往往呢 也就是说 它如果有案例的这些内容 你能够结合这些要点去展开描述就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 那由于主导设计呢 具有上述的这几个特征 当市场上出现竞争性的技术 并且通过市场进行选择之后 常常就会出现一种主导设计 那么这种主导设计会引导着技术呢 朝前发展 并由此形成一种 可以方便企业进行 批量化生产以及降低成本 最大化去赚取利润的高新技术 也就是说啊 因为它的主导性 那我们市场是认可的对不对 企业也是认可的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 我们可以进行标准化的这种生产 对不对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生产 使得我们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 降低了我们的生产的这种投入 可以获得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企业为呢 去保护这项技术 它也可以通过把主导设计 转变成为技术标准的方法来推向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作为主导设计 转变成技术标准 那么主导设计转向技术标准 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啊 那作为市场围绕着一个主导设计 而不是选择多项技术 我们也提及了 哎 你本来是有多项技术可以选择 为什么它会围绕着一个主导设计呢 它有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仍然也是要去理解啊 学习效应 网络外部性政府管制 你看网络外部性呢 是在这里面深入给大家来去解释的 那第一个呢 学习效应 哎 学习效应 我们俗称就叫做熟能生巧 也就是说 你在重复性的这种应用中 你就会找到 哎 我们做事情的更好的办法 更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当人们重复的做某一项工作的时候 你会在重复工作的过程中 不断的改进你的工作的方法 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 去降低成本 好了 那我们通过学习 企业能够去降低它产品和服务的 单位成本增加绩效 那一项技术被采用和应用的越多 那这个技术发展是不是越来越快 它的应用效果就越好 那技术性能改进的效率 是不是也就越高 因为我们进来的企业 就应用这个主导的设计 我们进来的企业 就应用这个主导的设计 那随着这些新进入者的增加 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就是在这个轨道上 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效率 对不对 那大家都是在应用过程中 不断的去修正它呀 所以你看这就体现出来 它的这个效率会越来越高 那当企业和顾客在选择 合适的主导设计之后呢 可以围绕主导设计 及其技术持续的研发和推广 应用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效应 提高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这块啊 就按老师说的 这个学习效应你要理解 就是熟能生巧 所以大家都在去用 你越用它就越有效 越用它就越有效 越用它就有越好的这样一个解决的办法和思路 好 那我们第一个理解之后呢 来看第二个 叫做网络外部性 所以网络外部性理论性的界定呢 告诉我们它又叫做正消费外部性 在一个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市场里 那使用一个产品的收益 会随着同类产品用户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概念说的其实很清楚 这种网络外部性就指 我们应用一项技术的产品 它会随着你的用户的增加 而提高我们应用这项产品 它对应的这种效应 它所产生的效应会随之增加 所以我们就期待怎么样 应用主导设计产品的这些用户 越多越好 你用的人越多 那么它对应的这种网络外部性的效应 也就会越强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关于安装电话的这个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那么在同一个通信网络中 使用电话的人数 如果越多的话 你看 一个人使用电话能够通话的人数 也就会随之增多 对不对 你只有俩人 我就只能给俩人打电话 对不对 你有一个亿的人 那我对应的 可以通话的人数 就会随之去增加 好 那这时候 你去安装电话的这个价值 是不是就越大呀 否则你说我按了电话 跟谁打呀 反之 你看网络中使用的用户很少 那我安装电话 它就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人们也就不会主动 进入到这个网络 所以咱们就会理解 你看互联网在最初的时候 里面的信息很少 因为应用的人少 对不对 而今天我们再看 我们再上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什么信息都可以获取 有事我们就去问一问 搜索引擎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用户的增加 你应用互联网的人越多 那么他为此所产生的 这种影响力 这种效益就会越强 好 那么因为网络外部性的原因 多个企业就很有可能 就某一项技术 而联合起来 努力影响 或主导市场 对主导设计的这种选择路线 我就希望他能够发挥这种网络的外部性的这种效率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就在于政府管制了 那在一些行业里 我们为了去保证技术的这种兼容性和出于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保护呢 那这时候政府呢就会强制来去介入啊 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下去选择一个主导的设计 强制性的去要求企业 你再去生产这款产品的时候 必须去采用我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主导设计 那么通过标准化来形成这种技术的标准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看到啊 对于一些强制类的产品 比如说像玩具类的啊 一些电器类呢 我们都会有这种国家政府的强制性的这种技术标准 那它就是出于因为如果这一类产品 你不采用我这种强制性的技术标准 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损害 你可能会有人身的这种伤害 甚至会危及你的人身的安全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政府是出于你技术的这种兼容性 还有保护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角度 我去强制性的要求 那技术标准是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 或者指导性的这种功能 目的呢就是让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达到一定的 你看你按我要求去做 你呢就能达到这种安全的标准 以及市场准入的这种要求啊 所以这是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呢来去谈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主导设计 转化成为技术标准的一个基础条件啊 那第一个技术条件呢就是功能特性 那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功能特性 其实是实现这种功能的兼容性啊 那作为技术标准 它不仅仅呢去提供产品的信息 更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为市场去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啊 那么同时呢 这个技术标准去规定产品的兼容性 规定产品的功能和性能 以便和系统中的辅助产品来去实现这种兼容 这就好给大家啊 你会看到我们在市场上的 这个各大银行的这个提款机 它这提款机其实设计都是有它的技术标准的 还有我们对应的 你会看到我们各种卡片对吗 你的社保卡 你的医保卡 还有你的银行卡 这个尺寸大小也是一致的 为什么 那这其实就是在于 我要去实现你这个产品在你整个这个系统 我在各个地方去插卡的时候 你都能够去实现这种系统上的这种兼容性啊 所以这就是功能特性 那作为技术标准的还会去建立这种规则 去降低企业大规模生产中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因为它标准化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件 也在于这个市场的特性 所以一项技术标准或者一个这个主导的技术 那你最终实际要经过市场的认可 也就是被消费者广为适用 消费者可以去接受你 所以这里提及了 那一项标准和技术 你能否在推向市场后被消费者所接受 那这是我们去衡量这项标准和技术 成败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所以你这技术再先进 你顾客不认可 那它也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般来说 那么一项原有产品 如果它的技术路径依赖越明显 或者是消费者的转移成本越高 那么新标准在市场上的这种 推广的阻力也就越大甚至可能会失败 所以这个啊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对于电脑的这个使用 大家都知道 苹果啊 它除了它的智能手机 它还有它的这个电脑 对吗 但是苹果电脑的这个系统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在市场上 在这个社会上 被普遍推广应用起来 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使用原有的产品 我们都用那个 Windows这个技术的路径 大家已经依赖了 已经熟悉了 对不对 那我从Windows转变成为 你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这里存在着巨大的一个转移成本 比如说 我过去用Windows 我可以很快很迅速的 高效率完成工作 我现在用这苹果系统呢 我根本都做不出来编辑 我全部都不会用 影响你的工作 那这其实就是一种转移成本 对不对 并且呢 苹果的电脑 要比普通的 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电脑 它的价格要更昂贵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 你这种新的技术标准 它在市场上的推行的阻力 就会越大 甚至可能会失败 所以现在咱们看到啊 会有部分的人群 去使用苹果的电脑 但那一定不是主流 对不对 它都是一些相对小众的 这样的一些人群 比如说一些设计师啊 一些专属的这样一些行业 它用起来 会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大部分人 我们还是用的是 传统的Windows系统 对不对 那么哪怕是技术再现机 性能再优越的这种标准 只要是市场 消费者认可了 某种原有的这种标准 那么新标准 就很难得到 这种普遍的推广和使用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对于新标准来讲 你最重要的就是技术上的这种兼容性 你在新标准推行下 你的这个产品一定让顾客觉得 我接受起来 它没有这么的陌生 没有这么的不习惯 我能够从原有的标准 对应的这个产品的使用的 这个轨道上 转移你到这个 你的新的标准 对应的这个产品的轨道上 我们会觉得 觉得好像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只有抢占了市场的份额 你这个标准才拥有话语权 所以这里体现出来 你要被消费者所接受和认可 那么这个市场的份额 其实就说明了 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呢 生产的特性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作为技术标准 对于产品和服务 它界定了生产工艺和 我们过程的一个规则和原则 通过技术标准 那企业兼具了 我们说进行 批量化大生产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技术标准对应之下 你就是标准化的产品 对不对 那我们能够利用 这种技术标准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产品标准化之后 就使得我们这种 大规模的生产成为 可能我们可以 批量化的去生产 因为都是一样的产品 那么在批量化 大规模生产的背景之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实现 这种规模经济 去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那进而 因为我们专业化操作了 去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的效率 那么同时呢 你能够在生产过程中 不断的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这其实也是因为 专业化给我们 所带来的好处 因为你只做 这一件事情标准化了 那你在重复性的 这个工作过程中 其实你就会找到 我们做这件事情 更好的办法 对不对 更优秀的 这样一些操作的办法 甚至去改进 你的加工的这种 操作的工具设备 那么由此 对于技术标准 进行相应的修订 进而不断的提高 技术标准的 这样一个适应性 这是生产的特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法规特性 那我们看到 现今的 你这个技术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 它不仅仅是一个 纯粹的技术性 和市场性的过程 也就是说 虽然它有技术先进性的 这种要求 同时也有被市场 认可的这种要求 但它不是单纯的 去看 哪一个技术标准 它更加先进 或者是哪一个技术标准 它被顾客接触的程度 会更高 并不是单纯的 从这两个角度 来进行比较 那我们要去保证 这个自主创新企业 你对于这项新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独占性 那么仅仅依靠 它的自然壁垒 是远远不够的 你仅仅依靠别人 无法去破译你 去拆解你 去学习你 那这个是不够的 那怎么样 我们要求助于 法律的保护 那就是知识产权 专利制度的这种 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有了专利制度的保护 那就要求在 时间之内 别人就不能随便的 使用你这项技术 对不对 好 那么由于标准的设立 对于一个国家 乃至地区的 它的经济发展 产业优化 到国家和地区的安全 都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政府也会出台一些 法规或者是政策呢 去推动啊 和参与标准的竞争 为什么我把后面这句话 标黄呢 它是具有实证的 这种意义 对不对 这也可以去解释 为什么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 在技术创新领域之上 那么在相关的一些 法规还有标准的 这种竞争和申请上 我们给了这么大的 一个扶持的力度 在政策上的 重要的一个推进呢 其实就是因为 它发挥了一个重大的作用 我们希望呢 咱们也能够在相关的领域 去掌握这种主动权 得到相关的这种保护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相关的这些啊 内容都是建立在 理解的基础之上呢 最终能用自己的语言 去表述出来 好了 那我们学习了这一部分之后呢 进入到下面这个知识点 关于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 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同样也是 首先大的标题 大的框架的这些 你一定要记准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每一个点里面 你说我只是围绕着 这第一点 说了洋洋洒洒的 一千多字 没有意义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大点 每一个的大点 你一定要提及 然后呢 在听懂老师解说的基础之上呢 对于每一个里面的这些内容呢 你有所提及就可以 但是大的框架 一定要都能说全啊 这是未来大家 答题很重要的这样一点啊 好 那我们来看呢 作为它发挥的作用的 第一个在于 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呢 它构筑了市场进入的壁垒 那我们说这种市场进入壁垒的构筑呢 主要是三个 一个是技术壁垒 一个是工业技术标准壁垒 一个呢 是临界规模壁垒或者是网络规模壁垒 那好 我刚才说了 你一定要提及这个标题的时候 这进入壁垒 这三个 你都应该去点到啊 那么进而每一个啊 到底什么样的内涵呢 哎 这说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内涵就可以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壁垒呢 在于技术壁垒 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主导设计它 有技术的占线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技术壁垒 它是由主导设计的 技术的占线性的特征 来去决定了什么是占线性 因为你是先行进入的 对不对 所以较早进入这个行业的 这个厂商呢 它比其他你这些后进入者呢 在技术开发方面呢 领先一步 那自然呢 你就掌握产品核心技术的 这个概率呢 会大大高于这些 后进入者 这些跟随者 那么特别是 有一些呢 会具有比较强的 按摩性的核心技术 所以这里经常会出现这种 专业化的词 也没有一些解释啊 所以按摩性的核心技术 就是它是核心技术 但是它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所以这就叫做按摩性的 它在反解起来 你说我拿到你这个产品 我反推 到底你这个技术构成 是什么样子的 你研究不出来 你解密的这个过程 十分困难 甚至几乎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研究出来 举的例子呢 像可口可乐公司 到现在 大家对可口可乐的 你这个配方 你怎么去拆解密 很难啊 所以这是我们技术壁垒中的第一个 这是由它的这个战先性来决定的 那同时呢 我们会看到 即使是 哎 你说现在的这个技术 你被别人去追赶 后建议者 他学会了 他也追上了 但是你不要注意 我们较早进入行业的这些 率先的这些创新者呢 他可能早已经进入到 下一代技术的这种开发和创新 就是人家永远比你先行一步 对不对 那么并且呢 在主导设计的技术路径的这种依赖之下 那么技术轨道的前进的方向 具有不可逆转性 也就是说 你说你想从一个轨道去转移到 你说我不做这个轨道 我做其他的这个技术呢 不可能啊 因为他会由于这种主导性 会在原来的这种技术轨径之上呢 越主导越主导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马太效应 对不对 所以这种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去实现技术轨道之间的跨越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这样的话 就自然会在较早进入技术系统 的这种在位的这种厂商 先行进入着这些厂商 和你这些追随的 后进入的这些厂商之间 会形成一道高高的技术壁垒 也就是说 要不就别人比你早 人家形成这种技术壁垒 要不然就是呢 哎 人家比你早还比你跑的快 对不对 你即便后进入的 学会了之后呢 但是永远 因为人家在你前面 你永远是追着人家 所以他永远会形成这样一个 高高的技术的壁垒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技术壁垒呢 最终通过产品差别化壁垒 和资金壁垒去体现出来 哎 那怎么解释呢 率先创新的厂商 对于那些比较容易破译的技术呢 哎 我是先行进入的 对不对 我发现这个技术 其实是比较容易破译的 那我就先通过申请技术的 这种专利 来获得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我获得法律的制成和保护 那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去强化这种技术壁垒 也就是说 你协会的也不能用 哎 你不能随随便便地用 因为专利在我手里 对不对 那而且呢 像商标专利啊 知识产权会进一步地加强 产品差别化的这种壁垒 所以这几个方面啊 都来解释的这个技术壁垒的概念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工业技术标准壁垒 好 那么一般而言呢 我们这里提到的工业技术标准的形成呢 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法定标准模式 一种呢 就是后面所提到的事实标准模式 也就是说啊 这种工业技术标准的形成 一种是由于 像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部门 我来去制定 或者一些国际性的标准组织 他们所形成的这种法定标准的模式 就是政府或者是国际上要求 你必须要按这个技术标准去做 这就是法定模式 对不对 也就是没有质疑的可能性 要做 你就必须按这个标准去做 好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企业之间的 我们竞争性技术的自我选择 前面其实也讲到了 他这里很多的词语都给的 过于理论化 什么叫自我选择 也就是说 你进入这个行业来生产这个产品 因为大家都在用 你想要生存怎么样 你也只能我们叫随大溜 对不对 所以你这是自我选择 你也要去选这个标准 那么或者是 围绕着关键核心技术的 这些大的企业 这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 人家形成了联盟 合作共同去制定这种事实的标准 也就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团体 大家在制造过程中 都采用这种技术的标准 那使得我们的消费者 普遍来接受的 都是这种标准对应的这种产品 那你想 那这就形成了一种 虽然不是国家和国际上的一种规定 对不对 但是你作为后进入者 对不对 你必须要按照这种 事实标准的模式来进行 加工和生产 否则呢 市场不认可 所以呢 作为主导设计派生工业技术标准的壁垒 是由主导设计本身来去决定的 就如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啊 那么主导设计 加强或促进标准的这个作用 这样的一个发挥啊 好了 那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 书上呢 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录像机它标准的一个形成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例子啊 我们教的很多的例子都相对比较古老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再使用录像机这种产品了啊 我们只是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理解这种事实标准 它是怎么去发挥作用的 那他提及的就是呢 JVC公司呢 他有一个系统叫做VHS系统 他去战胜索尼公司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之所以能够去战胜索尼公司的这个系统 就是因为JVC公司呢 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很多国家先后建立了这种联合公司 都是使用我JVC公司的这个VHS系统 使得这个VHS成为主导设计 为它呢成为事实标准铺平了道路 我们俗称叫做人多事重的这个感觉 对不对 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团体 大家都普遍使用这样的一个VHS这样的一个技术 即便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在性能上 并不是比这个索尼这个系统要各方面要更优秀 甚至他不如于他 但是由于呢 哎 我在这么多国家地区对不对 我形成这种大的这种联合的公司 大家都来使用 它形成了这种事实标准 所以这个案例就说明 工业技术标准呢 是主导设计所衍生出来的 我们潜在的和未来的市场的进入的壁垒 那么这种潜在的进入壁垒就能够会很快的成为现实的 所以他从潜在的变位 转变成为这种事实的这种标准啊 那好 你游离为主导设计之外的这些公司呢 你怎么办 你说你想不选 你觉得他的性能并不是很好 我想不用 但是不行对不对 因为你只能被迫去遵从 你只能去选择这个大家都选择的 否则你这个产品就卖不出去 就没有市场啊 那么被动的追随 如果呢 你不追随 你可能就被淘汰出局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例子 帮我们去理解啊 这个事实标准啊 它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呢 叫做临界规模壁垒 或者是叫网络规模壁垒 所以这个词又特别的理论化 我们先来阅读一下啊 作为临界规模或者是网络规模 它就是使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 去发挥作用的临界点的这个规模 是一切以规模为基础 发挥壁垒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点 所以这里出现了两个专用的名词 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 但实际上在前面课程讲述的时候 我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提及过了 对不对 你像规模效应 它指的 就是我们产品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这个成本 比如说我这一台 一个100万的这个设备 你生产一件两件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你生产500件 那你一定要达到一个规模的点 可能是500万件 你必须要达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在生产的时候 它的单位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 你伴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 你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它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零件点 达到这个规模的这个量的点之后 那单位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规模效应 好 那还有一个呢 网络效应 前面是不是我们已经具体学过了 所以网络效应 它的一句话总结 其实就是伴随着 你的对于这项产品和技术使用的 这个用户的人数越多 对不对 实际上它的网络这个效应 就会越明显 那么就是那个装电话的那个例子 你装了电话 一个两个人时 没有用对不对 那必须是大家都去使 那使用的人越多 你去装电话的这个效应 它就会越强 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临界点 它也是你达到一定量的这个人数 在这个量之后 它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应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两个我们无论是规模效应 还是网络效应 它发挥的时候 它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临界点的这个规模 就是这里我们所提及的 所以它一切以规模为基础去发挥壁垒 它必须达到这个规模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形成这种壁垒的作用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点 好 那我们主导设计派生出来的 临界规模壁垒 或者是网络规模壁垒呢 是由它的主导性所决定的 我们再去讲解主导设计时 也反复提及 作为主导设计 除了它的这种技术的领先性之外呢 它还要在市场上去领先 被市场所接受和认可 所以它呢 所提供的是大家 接受和认可的这种满意的产品 那意味着你之所以成为主导 那么本身这个产品 就是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和用户的基数作为支撑 那么更大的市场份额 更大的用户基数 其实就体现出来 这个被市场接受和认可的一个程度 那么突破了临界规模壁垒 在市场控制中去占主导的地位 那我们看到在现代市场的竞争中 谁率先突破了临界规模 谁突破了那个点 谁就会迅速占领市场 因为这时候你的成本非常低 效率非常的高 从而去赢得市场 那么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向 包括我们自然会给后进入者 去竖起一道坚固的这样的一个壁垒 那我这里呢 也给配备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微信的例子 一个是共享单车的例子 都是帮着大家来理解这段话 因为这段话毕竟读起来呢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晦涩 你要借助这两个例子呢 自己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微信 你说其他的 包括前一阵 阿里巴巴 他也在尝试 我去开发和设计 一种新的社交的软件 是不是能够去 对微信造成威胁 去抢占一部分这种用户的这种市场呢 我们看到他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说 你有个上千万的用户 对他都不会造成威胁 他已经突破了这种 我们说这个临界的规模 他已经突破了这个规模之后 那你新进入者 那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量 对不对 你达不到的话 你的成本非常的高 那你的市场占要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就很难去生存 包括呢 你像共享单车 其实我们在 社会的这种行业发展上 你都会看到一个现象 一个行业在新兴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涌入者 大家都纷纷去进行竞争 但是他 经过一段的时间发展之后 形成他的主导的技术 最终你会看这个行业中 留下来的只是少数 少数几家一家 或者是几家这种大的企业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像这个共享单车 开始的时候 你想一想 我们在做共享单车 应该是差不多在2017年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对吗 各个城市 白的 红的 什么颜色都有 对不对 橙色的 你再看 现在这个市场中 留下的颜色 就三个 对不对 小蓝 小绿 和小黄 那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提现出来的这个例子 因为这三家企业 他们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 同时别人也进不来呢 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这种 临界规模壁垒 他形成了这个临界规模壁垒 突破了这个临界的规模 那他这个时候 他的运营成本就非常的低 而且呢 他有庞大的这种市场的份额 和用户的基数 那你其他颜色的这种单车呢 就很难能够在这种市场中 再去分一尾根 你就存活不下去了 所以呢 这就解释了 刚才怎么说 整个这个大行业 他呢 都是这样的如此 最后留下来这几家大的企业 都是因为他突破了这个功能 所以把这块呢 一定是听明白了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 能够表述出来 有一点混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作为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啊 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 这段文字 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参考的资料 因为我们未来啊 担心的是在这块 如果给我们出这种联系的 这种实证的 联系我们国家这两年的 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些服饰的政策 给大家去出这样的一些题目的时候 你去答题 让我们去发挥 去答这种影响的时候 当然这一块没有绝对性 你说我用自己的语言 能够全部都表达出来 你也能得分 但是呢 这还是给我们大家去 哎 你去自我发挥 它提供了一个方向 那你利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 你再加一些自己的语言 你这个答题的思路就会比较完整啊 得分点也比较明确啊 好 那我们来看呢 首先这个发挥作用 作为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呢 它会使其拥有者在几代产品上 都占据主导的地位 这是由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它的战先性来去决定的 对不对 因为它先进入形成了技术壁垒 那或者是啊 我们在先进入的这个路上呢 你跑得更快 对不对 你永远是跑在前面 所以这由它的这种战先性来决定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 当一家企业的技术成为主导设计之后 那么这个技术呢 就会不断的被研究开发和应用 去延长生命周期 延长这项技术的生命周期 为什么 因为人家这家企业 在这项技术上 我具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所以我就不断的去拔掘 我希望它的生命周期能够更长 我可以获得更高的这样一个收益 那么拥有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的这个企业呢 它会倾向于 我会在自己已有的技术的技术之上 我会在我自己熟悉的这个技术轨道路线上 不断的去加强研发进入 我们说不是去重新开辟新的技术领域 因为我如果开辟新的技术领域 那我相当于又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是做生对不对 我又会面临着风险 那我肯定会在我比较熟的这个路线上 跑得更快对不对 像我们说的 我去进行后几代的这样的一个研发 能够不断的去享受它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这样的话 它这种做法就会极大的影响 这个领域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走向 它就会沿着这个技术轨道 越走越远越走越深 甚至会影响未来几代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走向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生活中这种粒子比比结实 就以我们的智能手机为例 对不对 你看苹果 实际上不就是在它最初的这个技术路线上 不断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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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代产品 这技术走向 不都是基本一致的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作为主导设计和技术标准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 保护和发展本国市场的一个有效手段之一 所以它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层面了 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那么主导设计标准作为技术壁垒 对占领和保护市场的这种作用 不断的再去凸显 所以能否有效的捕捉行业主导设计的标准 接着去抢占技术创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制高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申请下来 你对应的这个行业的主导技术的这种设计的标准 相当于你就占领了 作为技术创新管理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说了 刚才提及了很多 形成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 对不对 所以这种制高点注意 它会关系到企业的这种兴衰城 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城 所以它的高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就解释了 怎么会看到我们国家在很多的关键的这种行业的领域 像通信行业对不对 大力的去积极的推动 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相关的这种行业 去申请这个技术的标准 那我们如果一旦拿下来之后 咱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进行垄断和控制 但最起码 我们不是被垄断被控制 对不对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 别人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不是被动的去追随 而是呢 别人要用我们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拥有了这种主动性 对于企业乃至国家的这种发展 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大家你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具有一定的高度 对不对 所以它和我们的实证 是可以紧密结合到一起的 所以这些文字啊 标黄的 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更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文字 大家尽可能的 在理解的技术上 多背诵一些 脑海中呢 多有一些 这样有格局的这样的一些话啊 那将来 不论这个题目是案例也好 还是论述题也好 一定要啊 你到考试之前 就是肚里有祸 就是你别干巴巴的 我最后看见这个 空白的这个视线 对不对 我觉得我空有想法 但是我表达不出来 所以教材中的这个内容 其实就给你提供了一些 很好的思路 好了 那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第二节的 所有的内容 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 接下来学第三节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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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个视频 感谢观看